1994年 日本为了满足本国利益 对中国实行了侵略 1895年甲午战争 在反侵略的战争中 中国海军输得一败涂地 此时与南海相邻的东北大门洞开 日本不仅想要占领中国东北三省这片领土 连我国的南海 他也不想放过 南海矿产自恋丰富 唯利是图的日本便把魔爪伸向了他 日本打出产值兴业的旗号 想赚取南海的资源 在一次巧合之下 一位名叫西泽吉次的日本商人 在海上航行 突然遇到大风 商船便随风飘荡 最后飘到了东沙岛 东沙岛在东沙群岛中是首屈一指的大岛 岛上随处可见的都是鸟粪 好奇心极强的西泽吉次将它们带回了台湾 并对其进行了验测 验测结果让它们大吃一惊 这些鸟粪携带着灵矿资源 于是他从中发现了商机 第二年 他带领一些人再次登上东沙岛 与前一次不同 这次是有备而来 他看准岛上的灵矿资源 可以为他带来可观的收入 于是便想着窃取这些资源 带回台湾出售 西泽吉次的这一举动 自然没有逃过清政府的法眼 为了预防不法分子再次潜入东沙岛 盗取岛上资源 清政府便派兵到岛上巡查 不仅如此 清政府还在岛上树立了纪念碑 证明此岛属于中国 表示中国是在维护国家的主权 五年后 日本变本加厉 打着水产难尽的旗号 光明正大的驻清东沙群岛 他们将原本居住于此 在此生活的中国渔民全部赶走 将主权被捣毁 就连渔民们的信仰 妙语也被一一拆除 最丧心病狂的是 日本人将中国居民坟墓中的尸骨挖出 将之焚化后投入海中 以此来毁尸灭迹 消灭东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证据 日本渔民看中中国海域鱼类丰富资源 开动大量渔船 从东沙群岛南下直到南沙群岛 不断掠夺中国的渔业资源 更可气的是 日本海军竟然为日本渔民和商人保驾护航 他们以日本渔民的利益为幌子 维护商人和渔民的侵略活动 他们的这一做法 严重威胁到了中国渔民的生存 于是中国渔民奋力反抗 之后 新朝外交部派出梁广总督张仁郡彻查此事 同时还派出军舰 对东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等海域进行巡查 以防范日本再次侵略 日本对于清政府的调查早已做好准备 在张仁郡与日本领事交涉的时候 日本方面称 如果中国要说东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地 就应该拿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 此前 日本已经完全捣毁了中国人 在东沙群岛上居住的痕迹 可以说死无对证 另外 由于日本的领事是一位中国百事通 据他了解 中国是不可能找到记录来证明中国领海的 据此 他们以为这样足以说明东沙群岛是无主之岛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经过张仁郡等人的努力 最后寻找到一部分历史文献 如王之春主 国朝周远记 英国海军 海图关局边 中国江海险要图治 等和中文英文的地图 他们已经足以证明 东沙群岛历史上就属于中国 铁正如山 人正物正俱在 就算日本人再狡猾 也容不得他不承认 日本终于撤离东沙群岛 使中国的领土重新恢复了完整 清政府也终于在这一反侵略斗争中 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这一胜利在晚清时期是少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赞 转发 打赏外加密码